淘宝开店就上店长之家 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学习由我们店长之家出品的店铺装修视频价程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13课 系统模块的添加与删除 上一节课程我们讲解了系统模块的编辑与修改 但是我们编辑好模块之后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店铺的这个区域出现了很长的一段空白的地方 那么今天我们首先就来解决一下这个空白的地方 我们该如何消除 去除这个空白的地方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我们就是在左侧添加模块把这个区域填满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减少右侧的宝贝推荐模块展示的数量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数量减少到六个那么就刚刚好对齐了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进入到淘宝网的店铺装修后台 进入店铺装修后台之后我们把页面拖动到我们要修改的地方 关于要把这个模块对齐的话 我们就来先尝试一下第一个简单的办法 就是修改宝贝推荐的数量 这里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到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因为后台的显示和前台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直接到店铺的前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宝贝推荐要和左侧这个区域对齐的话就刚刚好到这个位置 在上面就是展示的是六个宝贝 那么我们编辑这个模块 然后宝贝的数量这里我们选择六个 然后保存看一下 保存之后的话在这里看到是没有对齐的 我们发布看一下 发布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这两个模块就基本上已知了 因为模块的长度有一定区别 所以说不可能做到完全对齐的 但是现在这样看着的话 比我们之前要舒服很多了 之前这里空了很大一块 现在的话差不多就对齐了 这是我们通过修改宝贝的一个数量进行让它对齐 接下来我们讲解一下如何添加模块 让这个区域对齐 这里显示宝贝的数量我们还是把它改成12个 改成12个之后的话 我们通过在这个区域添加模块 让模块和左侧的和右侧的宝贝推荐长度差不多 这个区域的话呃是属于左右两个两个部分组成的 左侧这里的话宽度是190像素 而我们右侧这里宽度是750像素 现在我们要添加模块的话 我们是添加到左侧这个区域里面 所以说我们在添加模块的时候点击模块 然后添加的时候我们要选择模块的一个尺寸是190像素的 选择190的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模块拖动到这里面了 这里面有很多的模块 大家就是自己在添加的时候把这些模块拖过来 然后看一下哪个模块长度差不多 我们就使用哪个模块 这里的话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添加一个无限二维码的模块 直接把它拖动到这里 然后松开属边 这样的话我们无限二维码的模块就添加好了 然后我们发布看一下 发布之后的话 我们左右侧这里还是显示的六个宝贝 我们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之后 显示的效果就出来了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店铺后台更改之后 但是前台由于缓存的原因的话 还是显示的是之前的效果 大家多刷新几次 效果就出来了 添加好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话 我们这个添加了一个无限二维码的模块之后 但是还是没有完全的对齐 还空了一点点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的模块 可以添加之后 让他刚刚好对齐 这上面的话已经有了一个本店搜索宝贝分类宝贝排行榜 还有无限二维码的模块 那么我们可以再在这个位置添加一个客服中心 把它拖动到这里 那么我们客服中心就添加上了 客服中心添加到这个位置的话 大家是可以自由移动的 比如说我们要把客服中心移动到上面去 那么我们就点击这里的一个箭头 这样的话 他就上移了一个位置 我们继续上移 把客服中心移到本店搜索的上面 这里客服中心就添加好了 关于客服中心里面的一个工作时间 以及我们在线咨询的话 大家是可以进行编辑的 关于模块的编辑的话 在上一节课程中 我简单的给大家讲解过 就是直接点击这里的编辑 就可以进入到一个修改的页面 比如说我们要修改时间 工作时间 都是可以在这里面进行修改的 联系电话这些也是可以修改的 这个的话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修改好之后点击保存 接下来我们再发布看一下效果 我们的添加的客服中心还没有显示出来 我们刷新一下 还是没有显示 我们进入店铺后台看一下 后台这里的话我们是确实已经添加好了的 可能就是因为系统的一个缓存的原因 我们重新发布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重新发布之后 我们这个客服中心就出来了 而我们添加一个客服中心之后的话 这个模块就基本上对齐了 大家就是在自己在装修店铺的过程中 就是根据这些模块的一个情况自己选择进行添加 然后有的模块比较长 有的模块比较短 我们自由的搭配一下就可以完全的这里把这两个区域对齐了 关于系统模块的添加与删除的话 就简单的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节课程 我会给大家讲解一下页面布局的管理 如果大家在开网店过程中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登陆我们店长之家学习更多的课程 我有新的课程之后 也会在店长之家上面进行发布 我们店长之家的网址是 3w.zzfcd.com 本台教程版权归属店长之家所有 盗版盗卖必究 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学习愉快 开店成功